一时致力于融合中西方音乐的VSOP 《炫音之夜》继桃哲无客群之后 昨天迎来了新的主角花儿乐队 跟几个语出惊人 那口气似乎连周杰伦都不放在眼里 别看眼前的四个大男生表演的激情自射 镜头十足 其实这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 由于之前他们在天津的活动演时 使得这场演出竟然迟来了将近一个小时 甚至没来得及喘口气 他们就跳上了台 此次花儿乐队接棒豪哲无客群 成为《炫音之夜》第一个内地演唱嘉宾 还要担当起东方流行音乐的代言人 而眼下他们正在筹备了新专辑 同样主打民族风 甚至要与周杰伦势比高 我们有感觉就有这么一个挤的能够把 就是说北京真正曲异化的东西 勾到我们音乐之中 像周杰伦还有港台很多特别好的人 他们都是那个用中国风 但是我们的中国风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